去一堂 我的左手边应该是第一次来节目 咱们的心上女主持 兵浩 兵浩你好 大家好 我是兵浩 另外呢我们的谢辉很不容易啊 凌晨飞机赶快来做咱们的节目 欢迎谢指导 你好 另外是我们的评论员王勇 王勇应该说近期可以说咱们这个中超联赛暂时停止 但是话题永不停歇 对 这边呢想问问谢辉啊 因为现在是中超联赛第一段休整之后呢 很多球队呢都放了一个长假 有两周的有三周的 但是上岗这边呢 因为是9号要打一场足球杯 咱们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是本周的本周四啊就集合了 差不多只放了一个多礼 一个多礼拜吧 应该要备战这个9号对国安的这场足球杯 因为是单场的 所以说还是还是很很有悬念的 是 呃兵浩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 但兵浩呢原先在这个英超之夜市多次亮相 兵浩对于国内足球了解吗 或者说平时关注吗 我其实这样呢 我觉得我个人是属于在真球迷和伪球迷 之间的那种球迷 国内的足球有看过 而且我有去现场看过比赛 但是就是没有说到那么那么的热情 或者是追 就是说呃 你让我说这个比赛踢的有多么多么好 说每个球员的名字爆出来 可能我做不到 但是如果说比赛够精彩呢 我也会看得乐在其中 是 但是我得这个透露一句 兵浩对这个英超联赛的这个球员 可是每个名字都爆得出来的 咱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 兵浩将来对这个中超联赛球员 也能够如数家珍 好我们这边呢 那先来进行到第一个板块 给您送上本期的五星大翠帕 三战全胜 熊猫杯昨晚在成都受关 最后一轮比赛中 本届熊猫杯赛最大黑马 中国U193比1 战胜了乌拉奎 U19国庆队 开场只有四分钟 蒋圣龙朱晨杰投球接力 帮助中国队闪电礼监 下半场刘热帆 小角度爆射破门 徐浩阳传射解工 这支U19青年军 未来可期 此前他们已经凭借了 4比0大胜军阿利 以及1比0险胜 欧洲竞的英兰队两场胜利 提前斩获了熊猫杯鬼怪 这支U19国庆队 刮起了属于 中国青年队的青春东包 也用一座冠军奖杯 来证明了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大名单中 共有8名球员 来自于上海绿绿生花队 他们所显示出的 高超实力和优秀的资质 生花成为了 熊猫杯之后的最大名 国际比赛日里 国足迎来一场热身赛 缅甸队送来实力投降 面对这支弱旅 国足不认取的一场 久远的生活 在南京的主场 凭借屋里的投球 中国男主1比0战胜 来访了面电队 虽然顺利赢球 但经营1比0比分 还是让球迷有些失望 首次入选 国大队的123小将 黄曲昌 虽然表现活跃 但真正的破解而出 还需要实力 这支依道带心的国足 依然需要时间 来证明自己 昨天国足将士们 已经启程前往泰国 下场热身赛 面对这个曾经 送给中国足球 黑历史的老对手 国足同样 不能掉的轻轻 联赛进入到了间歇期 各支中小球队 已经来了短暂的假期 上场球员 严均林张一和邦佳杰 在这个假期 前往了野生动物园 体验了一把 实习动物保育员的工作 初次闯入动物世界 球员们既好奇又紧张 不过在一番练手以后 球员完全融入到了 渡宝衣的角色 动物们似乎也特别喜欢 这几位实习保育员 不停地与他们互动 首先是挺好玩的 然后挺新奇的 然后也很有心 第一次为奶的经历 给了小白虎 觉得还是为小老虎 洗澡为奶比较紧张 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 我还是比较比较喜欢去参与 这样一个社会的一个公益 希望那个号角 所有的社会人 都关心这些沉动物 小近人奥斯卡和他的朋友们 则相约希腊 一众型男帮在游艇上吹车 吹着海风特别相当情 圣华队员同样开启了度假模式 多伦比亚新南瓜里来到巴黎岛享受阳光的美 一副墨镜遮面 不有男模风法 当然他还不忘歌空撒一把桶梁 真是现色旁边 荣浩则是前往了韩国拍起的大片 看看这球节拍 是不是很有长腿不怕的感觉呢 入选了巴拉圭国家队的罗梅罗 在间接期内倒没有时间停下脚步 他回到了祖国巴拉圭 观看了一场南美解放者杯的比赛 另一支上海球队上海申心队 在连赛都一路高歌猛进 不过近期他们却没领着一桩 球员转会纠纷的案件 上海申心俱乐部 与北京国安俱乐部 产生了相应纠纷 围绕的是现效于国安的球员池中国 当年申心将池中国卖给延边时 双方协议池中国下次转会了30% 归属申心 而在北京国安引进池中国的时候 国安对外公布的转位费为2000万 但根据目前消息 实际转位费可能高达一分 身心因此产生了二次转位费的损失费 而国安可能因为过高的转位费 比较5年条件罚款 并且面临8分的可能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希望真相能够水落石出 那确实呢 近期可能比较振奋的新闻 就是昨天刚刚结束的熊猫杯的比赛 中国优势球队是三战全胜拿到了第一名 其实这个话题呢 还是想跟三位来聊一聊 网友应该说这届U19 陈晓东所带队的球员呢 大部分是来自于上海深花 那同时呢 从整个这个阵容的情况来看 他们还是比较齐整的能够把这个陈晓东的战术给突现出来 打宣押利4比0 打英格兰1比0 包括打乌拉圭 整个状态是越来越棒 你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支球队在本次比赛的表现呢 这个其实就让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很意外 就觉得可能这三个队伍其实来头并不小 特别是英格兰和乌拉圭 英格兰其实最近它的青年体系在整个世锦赛和欧锦赛 我们世锦赛或者欧锦赛一直是表现非常好的 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整个把握机会能力 体现的球员的个人能力和战术成熟度都挺超出意外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你长久的坚持做一项工作 最后总是有收获 这个收获有可能不是在你特别期待的时候 可能是在不经意间到来 但是你回头想想 其实这是你之前做了很多功课的缘故 这其实是不光是给我们一个鼓舞 是告诉我们一条路 还是要沿着正确的规律走下去 是 谢辉应该说之前也是从事这个球员生涯 后来那是作为这个助理教练 也曾经带过这个小朋友们 那么怎么来评价这支球队它的成功呢 或者说不能够说它已经成功了 只能够说它走在一条正确向成功的道路上 怎么来评价这种 就像你说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9900这支球队打的还是非常的令人意外 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 希望能够 以前我们也有过很多这样的比赛 在一两场球 或者甚至是在一个成年人的比赛里面 我们的国家队也赢过 我们的以前记得在90年代 也都赢过一些大的球队 希望能把这些不要太意气用事 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态度去看待这样的分数 首先我们确实这支球队是现在我们在年龄级别里面 确实是非常好的一批球员 因为我对这波还是比较熟的 因为当时98年国奥队我们去帮着选拔的时候 有很多99年的球员就已经选拔进来了 像刘勒凡 还有很多像山东的一些球员 因为他们的实力确实已经能够打 比他们上一级别的年龄阶段的球队 所以这个年龄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确实应该说这样的一支U19队 在刚刚过去的成都的比赛中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下面我们会把教练更多放在上海上岗队这边 因为谢辉作为助理教练来到演播室 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资讯 我们进入到这一期的上岗队报 这边其实我包括跟王永 包括跟兵号 其实特别想了解上岗队之后的一系列的一个安排 刚才跟谢辉大概聊了一下一个集合的时间 谢辉这次比如说打完国安队之后 因为还有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俱乐部的一个具体安排 跟我们球迷来透露一下吧 我们会有一个海外的拉链 会到葡萄牙波尔图 因为教练班子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所以那边比较熟悉和一些球队 如果你打些热身赛都比较方便 安排起来也比较方便 具体的热身赛的对手应该说现在还没有确定是吧 对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差 整个球队包括咱们所说的十几位 尤尔森的队员也都会一块去到葡萄牙拉链吗 是的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应该都是比较 都应该有几个球队都能够聚在一起了 是那王勇对于上海上岗队之前打的12轮比赛 目前来看联赛尽管是第一位 但是最近是刚刚战胜了苏宁 苏宁之前连着几场比赛是遭遇了失利或者平局 怎么来看上岗队这波状态的出现呢 我觉得这个调整其实来的挺不容易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或者在其他地方 我们都分析了最近出现的原因 球员的疲劳多线作战 包括神经的颈风 我觉得一个是身体的疲劳 还有个精神的疲劳很要紧 就是连续作战 对比赛的兴奋度不是很容易 每场每场这么容易提起来的 而且是在亚冠被淘汰的情况下 迅速在联赛中拉回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联赛是个漫长的过程 中间会出现几点 感觉自己已经要跑不下去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千万不要想象中把正常的联赛 当成打游戏 可以一路赢到底 不是每每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关键是迅速的调整的 我觉得还是不容易的 对 B号不知道平时对于上海上岗队 这边了解的多吗 或者说看比赛看的多吗 我其实对于上海上岗队的所有的了解 基本上是来自于我的朋友圈 因为我的朋友圈里边有一大批的 就是非常忠实的上岗球迷 然后个人比较遗憾 是因为我还没有去主场 看过他们的比赛 但是我比较想要了解的就是说 其实作为一支队伍 在今年的这个中上联赛当中 现在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 像排第一名 但刚才我们谢老师也说了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变化 那作为像我这种真球迷和伪球迷之间的 球迷 我对于比赛的精彩的程度 也是个人非常关心的 就接下来的觉得说上海上岗 在这样的一个好势头之下 怎么能够说保留住这个位置的同时呢 然后面临接下来的更多的比赛呢 确实这个还是我们兵号 跑给谢辉一个问题 对 因为我们在确实在上半阶段 有感觉到一些这个球员的这个捉襟见肘 特别是如果在三线或者两线作战的时候 所以说希望能够有一些更多的这个腾挪的这个余地 希望能够补充些这个可以说是新生力量吧 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当中 但是这也现在不容易 因为也看得出现在像北京啊 要想像这个身心啊这种这种 现在的国内的转会确实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拿到一些你心仪的 或者是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团队能够对对对的上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在努力中啊希望能够呃有有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不排除呃也也还是叫这个班子打下去啊 呃从目前来看呢 咱们可能会在深层次借着这个兵号的问题呢 再深入一点网友啊 咱们可以问问谢辉 呃我不知道咱们俱乐部目前对于球队哪些位置上的这个调整 可能会更加倾注于一些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是是不是中后场 或者说呃在这个防守这块是不是会有一些想法 我不知道俱乐部是怎么来考虑的 嗯确实是资深啊 答对了答对了非常正 我们应该是在中后场啊 中中长的这个呃六号位或者是在在投腰的位置 嗯在后场几个位置我们都可能需要一些补强 嗯那网友呢 怎么觉得这个上海上岗队在哪个方面 如果说作为加强的话可能后段比赛 一个是足血杯啊 一个是联赛 至少两条线的作战中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发挥呢 足血杯后面其实除了到决赛之后 应该都是一路是单场淘汰之 这个还是有一定偶然性 其实当你和联赛重合的时候 还是面临一个取舍和压力 那我觉得其实谢会刚才已经讲了 呃是中后场的位置 其实是在中后位的轮换 已经编后位的人选上 嗯我觉得还是比较交集 因为上岗前场的攻击组合是非常固定的 大家就是不用想 肯定这个是没什么好调整的空间了 但是中后场的人选 我觉得要尽可能的增加多面手 而且是技占力 当然谢会讲了这个很不容易 现在谁都不放 尤其是技占力多面手 这个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放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临挑战 但是如果想在后半程走得更加顺一些 更加顺利一些的话 我觉得这是必然要做的功课 嗯确实应该说 对于上岗上岗来说呢 其实现有的阵容上来讲 如果说除了疲劳之外的话 呃其实队友们都已经是很努力的 在应对每一场比赛的 因为当时呢 也发现了这个11人的阵容 基本上呃亚冠联赛 包括杯赛 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但是毕竟呢 这都是普通人 还是需要有一个调整 呃其实对于上岗来说 啊刚刚过去的这个第一阶段联赛 非常不容易 也创造对视最佳的这样一个连胜记录 呃同时目前至少还稳固在联赛第一个位置 咱们这边呢 来回顾一下上海上岗的第一阶段联赛的情况 让我们首先将时钟拨回到了去年的12月12号 这一天 上海上岗队新赛季的新任领航者 葡萄牙人佩雷拉正式与媒体见面 而同时俱乐部董事长张敏也宣布了球队新赛季的目标 仍旧是赢得至少一座冠军奖杯 1月30号还在农历基年的腊月当中上海上岗就开启了他们2018赛季的全新征程 在亚冠附加赛主场对阵泰国青来连的比赛中 改打边位的于海乱战当中轻轻一点扣开了球队的胜利之门 我很喜欢这个位置 然后也觉得能够发挥我的特点 进入到2月 华夏同胞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 而上岗队也用两场亚冠小组赛的胜利为球迷献 尤其是农历初五上岗鼓场4比1大胜诺尔本胜利的比赛 四个进球都极具观赏性 胡蕾的愉悦冲颖甚至被网友制成了GIF文件 并附上了一句新年转发这条锦理一定讨运连连的赞美之词 而奥斯卡则用两季世界波让球迷感受到了巴西中场征战英超时的风采 也认为第二季世界波让球迷感受到了巴西中场征战英超时的风采 三月中超联赛拉开战幕 上岗也开启了自己在这个月的无敌开挂模式 几乎是每轮比赛都要创造一个记录的节奏 三月三号上岗主场以八球防胜来访的大人一方 创下了中超历史上的最大分差记录 第二轮凭借胡尔克和李文君的破门 上岗客场2比0拿下了同城老对手上海绿地生花 赢下了本在季的首场隔壁战役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上岗三年来首次在虹口临风对手 随后的第三轮上岗做客乐秀山体育场上演了绝地反击的好戏 他们以5比2逆转战胜广州复利 吴磊也迎来了自己的荣耀时刻 他上下半场一共打进4球成为了继李金宇之后 中超历史上第二位上演大四喜的本土球员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吧 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反而去过度地想这些事情 可能会在面对一些机会 觉得会想法会比较多吧 今天大家心态就放得比较好 所以说有这种好的心态 他们有这种良好的这种发挥吧 整个三月上岗双线作战 在两场与韩国球会卫山现在的亚冠小组在争夺中 他们一平一胜保持不败 并凭借四战机十分的成绩提前锁定小组出现 连续三年晋级到了亚冠淘汰赛 就是我们一年比一年就是球队变得强大 然后我们每一年小组基本上碰到对手也都是 人家基本上都是死亡自主吧 所以说这也是对我们就是自信心上面也是一种提升 4月1时上岗继续在中超联赛中高歌猛进 连续战胜河南建业与河北华夏幸福之后 上岗豪曲开赛六连胜 他们也因此追平了1997赛季大连万达征战甲A时 保持至今的国内顶级联赛最佳开举记录 然而随着联赛的深入以及足鞋杯的上限 上岗陷入了三线作战的困局 从4月4号到29号的26天中 上岗高密度地打了7场比赛 平均不到4天就要面临一场恶战 在南征北战的拉锯消耗中 球队也逐渐显露疲态 亚冠小组赛最后一轮 以踢补阵容出战的上岗客场不敌穆尔本胜利 吃到了本赛季的第一场失利 随后的中超第八轮 上岗则遭遇争议判罚 各场1比2不敌长春亚太 在连赛中首长败继续 课场输给长春亚太让上岗陷入到了战绩的瓶颈期 在此后足鞋飞联赛亚冠三条战线的四场比赛中 他们都无法在90分钟内继续战斗 尤其是足鞋飞对阵北京人和一役 上岗更是被对手拖入到了点球大战 而在关键时刻 严峻林神勇发挥 为上岗在足鞋飞的战线中绑架不好 足鞋飞逃过一劫的上岗 在亚冠淘汰载冲却好运不在 他们两回合总比分三比四 不敌日本球队路倒路脚 遗憾地告别了本赛季的亚冠五台 好在随着奥斯卡与胡尔克的相继付出 上岗重回胜利的轨道 在联赛第十一轮的较量中 他们两球拿下江苏苏宁 在第一阶段联赛结束后 以23分与山东鲁能并列中超积分榜第一 这场比赛大家表现最好就是在精神方面 好像的拼抢 要比前两场比赛要做得更加积极一些 接下来这一个调整期 对我们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时候 所以说更重要的比赛会在 在调整期回来以后 上海上岗虽然未能在联赛间接期前 拉开与追兵的差距 但他们三线作战的综合成绩 足以让所有上岗球迷感到骄傲 本赛季需要同时被占联 在亚冠和朱鞋飞的四支中超球队中 广州恒大与上海绿的生花 都未能在亚冠和飞赛中走得更远 天津全剑留在了亚冠 而上海上岗则保留住了足些被夺冠的肯定 思维忙碌的中超四强 在积分榜上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 上岗始终紧咬牙关保持领先 恒大逐渐调出真冠集团 绿地生花排名第七 天津全剑则只能徘徊于中途 在如此高密度的魔鬼赛程中 只有上岗保持住了在联赛中的竞争力 从第一阶段中超的各项统计数据来看 上岗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 11轮联赛战霸 佩雷拉的球队前场攻进了27球 进攻火力全联盟最猛 防守方面 上岗一共丢掉了10球 是中超防守做的第二好的球队 仅仅比山东鲁能多丢了一个球 个人表现方面 乌雷以12球领跑射手榜 如果他能继续这样的火热状态 很可能将打破最近10年 羊枪羊炮统治中超金靴的局面 当然 乌雷如此爆发式的表现 得益于上岗两位巴西外援的火力输送 奥斯卡与胡尔克 分别以9次助攻和6次助攻 位列中超助攻榜的前两位 他们两人还分别贡献了4例中超进球 中场方面 艾哈迈多夫以场均3.8次抢断 位列中超第二 57次传球则位列中超第八 无妖王的攻守相当平衡 防守方面 两位主力中尉 贺冠和石科 分别刷出了场均5.7次 和5.4次解围的数据 双双继身中超前十 防守线上最值得称道的是 上岗队的门将严俊宁 他已经在包括国家队比赛 在内的四场比赛中 5次扑出点球 被球迷亲切地称为 颜爸爸 年轻球员方面 上岗市本在季中超16强中 U23球员储备最为丰富的球队 报名人数最多 达到了13人 其中1998年出生的边峰 陈彬彬 凭借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上岗的又一颗明日之星 他11场中超联赛 八场首八三次剃股 写下了两次助攻的数据 他和江苏苏宁的黄子昌成为这个间歇期 入选国家队的唯二两名U23新人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 三线作战上岗基本沿用了一套主力阵容 在如此高密集的赛程中 保持球员的战斗力 上岗的医疗团队功不可没 我觉得综合这三个赛季来看 我们上岗的解决伤病的 这方面来说 我们应该属于偏好的 我也没有看出哪个球队在三线做 在哪个做的比较更好 上个赛季也好 再上个赛季也好 我们这方面做的都是在中场 我们属于佼佼者 接下来的两个月 上岗将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悲赛中他们将直面北京国安 而七月中超重开大幕之后 上岗还将接连与山东武门 广州恒大进行两场连载的较量 对于上岗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紧时间 在间歇期完成满血复活 打好六月和七月的比赛 相信幸福一定就在不远处 其实一个赛季是漫长的征程 球队可能目前是遭遇一些困难 不过好在 应该说在间歇期之前的打苏宁的比赛中是2比0取胜 其实在赛季初期 谢回来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当时是记得佩雷拉可能还没到队 你跟我聊过是提前跟你有一个交流 大概打了半多点电话 那么这个跟佩雷拉应该是合作了 大概是有大概12场比赛 加上杯赛加上这个亚冠 怎么来再次评价这位教练 他的一些做法 或者说他对于球队中的一些改变 应该说他是一个情商很高的教练 他对就是和人之间的交流 特别是单个之间的交流 他很注重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他希望你能看见他的眼睛 而且他这个很用心 他把所有的 他觉得他要说的话 他都倒出来 像这样的风格确实有 但是不多 都对我接触的教练里面来看 他还是比较真诚的一种 而且有些时候还是 他有敢于去面对一些挑战 就有些队里有些不太和谐的事情 他会一下子直接就切到 他不会去绕过去 有些教练会选择比较和谐 他还是敢于去面对这种 我觉得这些都是正确的 因为作为现在这种时刻 他需要有这么一种魄力去面对问题 因为问题是肯定有的 我们那么多比赛 那么多球赛 有输有赢有失误 怎么会没有矛盾 矛盾是每天都有 就怎么去面对 那王勇呢 王勇对于这个新帅上来以后 打了这么多比赛 六连胜以后呢 应该说这个宝义辞世 这真的是扑面而来 但是呢之后 这个不轮换 不做调整 这个比赛中没有变化 怎么来看呢 培雷拉的这 可以说三分之一的赛季吧 对 我觉得首先大家就不用说 为什么不轮换 这个竞技比赛的规律 赢家不轮换是非常正常的 我没有必要主动选 我打得很好 为什么要去主动调整 第二点呢 在这个面对的过程中 其实他遭遇了很多这种 可能计划外的这种伤病 比如霍尔克在亚幻中 那个伤病 虽然神奇复出了 但不是他在 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 当然每一个教练 都要有面对这个问题的能力 和协调资源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整体而言 我觉得从我和 虽然我是个旁观者 完整的旁观者 但是我从 我和社会的感受差不多 我觉得他 其实挺会做人 挺会来事 他什么时候情绪的把握 本来在赛季之初 记得我们两个聊天 我特别担心 因为他在那边是被抓起来过的 在土耳其联赛 在德比里面 是这个是被抓起来过的 挑事 怕他这个 但是我觉得他到这边 他的情绪控制 我觉得应该还是做得非常 我觉得从这个而言 他给球队保证了一种 我没有造成这种非战斗减员 所以我就要下半赛季的时候 其实他观看自己这三分之一赛季 他会发现很多问题 看自己的问题 其实我相信 以他这么聪明 他是应该找得到自己应对的办法 是 应该说这个 对于佩雷纳的 这整个点评还是比较到位 那这边问一下兵号 兵号说 经常会通过朋友圈 看到很多朋友 对于上海上岛的一些点评 都是点评大概什么内容呢 其实对于球队也好 对于主帅也好 或者说对于他们 比较心仪的球员也好 都会有些点评 那其实刚刚在看 这段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有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接触了两个赛季的英超 然后刚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非常熟悉的绿荫的草坪 然后非常熟悉的一些面孔的时候 我就希望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比如说有段节目叫中超之夜的话 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可以参与到 因为我觉得如果 毕竟自家门的这种足球比赛 而且相比较英超之夜的话 我觉得如果做中超之夜 最简单最便利的 名字好记呀 没有那么的长 所以希望有机会 可以更多的了解到 我们中国足球的一些 是 这个中超联赛 中国奔斗球员最多三个字 不想说英超球员最少四个字 太长了 好 我们这边回来看一看 给您所精心选出的中超联赛 上岸上岗队 在第一阶段的精彩五大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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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岁上岸岳了 进全部大进球 还是出来及高盾 攻击重视��换 大峰 打发不达 高盾 闻 闻 F 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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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赛孙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之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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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